是 你好,大家好 宜保朋友你们也好 我现在也是在宜保 我在宜保的旧街场 今天要介绍你们喝一个咖啡 是很好喝的啦 可以讲也是在我心目中 全马最好喝的咖啡之一 可以讲 可以打败全部天下了啦 做么很好喝勒等下我会跟你讲解 我特意来这边呢只是喝咖啡而已啦 而且呢 他的咖啡 他的特色 真的是很美妙他的味道 因为哦 每次我有想到要喝咖啡我都会想到来这一间了 我来介绍你喝一家 他也是有麦池的啦 不过我是特地来这边喝咖啡而已 因为他喝咖啡是一宝人他一出品好喝 就是这一间茶室啦 他叫亚洲茶室 我会放地址给你们知道啦 然后你们可以来看看这边他的 咖啡是有机要喝 你们试了你们可以留言给我知道 谢谢你们 然后呢他的咖啡就 咖啡店是比较老旧的啦 这种就是隐藏 雷石的地方啦 这边就是他的 他的价钱表 他是美酒加咖啡 然后这边就有他的特色美食啦 然后这个就是 他也有被登过报纸啦 因为真的很好吃啦 等一下我 我给你们知道 他的味道是怎样的 咖啡店 还在跟他们说 没有他们说 这是一家的 我没想到 你还在买 我没想到 我没想到 他也有个人 我没想到 你这才是 你已经给你了 我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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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我的咖啡已經來了,還有一個麵包呢 烤麵包都是這邊的特色啦 很多人来到乙堡都会介绍白咖啡 其实呢乙堡除了白咖啡之外 这个咖啡也是相当的奴隶的 不过只有当地乙堡人知道啦 然后还有想讲呢 刚才这样子呢 全部是食物还有多少啊 是他的教学 然后这个咖啡呢 老板他讲 他们本身也是有放酒下去的 所以等一下我试试他 给你们知道他的味道是怎样的 现在我试试他喝啥的咖啡 这个是老的啦 这个是摄影师 点的是 吃下去啦 他冰冻冰冻的很好啊 起码 是 冰冻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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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然后还有点冻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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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AK 巧克 Frost等 你叫2、3杯喝的话 2、3杯喝的话 你喝了就会爽的感觉 尤其天气这个时候你们来喝这个 真的是绝平 真的很好喝 别会喝不到个味道啊 真的是绝平 现在我们就试看他烤面包 刚才我调的这个是 Gaia Butter OK 他的皮呢 我现在这样子拿的是脆脆的 很脆的 OK 我现在开开到里面 给你们看 他的料都非常十足 放到 是Gaia Butter Gaia Butter 你看他们拿以把它烤面包烤了 真的 其他地方都不能比 不是讲成长了 你这样子拿 它里面很空心的 所以你吃下去 不会有咬劲 吃面包有咬劲 就不用讲了 烤面包 要脆 要够 它够 软 松软的 然后脆脆就很好吃 很香啊 麵包 真的很好吃 这个叫2、3杯 还是没有问题 真的 你们如果来 一饱 真的 一饱 它就非常 你们一定要来 试试 它虽然是文明 连锁了 连锁了 我训过了 讲真 真的是 商业化了 我认为 这个你们一定要来 试试 因为它是靠近 那个旧街场的 那个连锁的老店那个 我每次想吃烤面包 都会想到 以老的烤面包 不好吃 我没有想 会试试啊 就是 没有什么好介绍 很普通的 鱼饱 真的是非常好 它的咖啡真的好 大家 我的咖啡也喝完了 面包也吃完了 讲真的 真的非常好吃 我下一次来 我还是会一直 会试试 不是试试 会一直来吃 不用试试 因为根本就是真的很好吃 它的面包呢 刚才我们白要叫那种 Gardini 不过已经卖完了 我们就叫这个 反而出 出乎意料 整个反而更加好吃 然后呢 你们要来的话 一定要找 因为它是开要2点罢了 我希望你们可以找来啦 找来才有的想够出来 尤其你们早早7点多来 parking就非常多 你一旦街场啊 真的骰着骰好 你们会怕啦 你们要找来 你们就有的 试试喝这个咖啡 然后呢 它老板也有解释 它有放我爸 跟那个黄鸭 威士忌 它有放这两种下去 所以你喝下去 就有酒的味道啦 冰凉冰凉的感觉 然后我也希望 你们在我的影片中 可以过一两个真正好吃的美食啦 我相信这些美食 跟少美食家会介绍过的 因为这种呢 是真正当地的他们 以前介绍过来吃的咯 然后我就来吃到真的是 也是真的 哇 我会有惊喜的感觉到真的很好吃啊 我会讲普普通通介绍你们一杯咖啡 这样子的 我就打算交补课了 我介绍的 这些真的是非常好吃的 然后我希望你们可以来这边试看 然后也希望你们可以分享我的影片出去啦 让人家知道这些美食法体都知道了 然后也希望你们可以帮我按赞 点赞订阅 还有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VC 然后Frankies 然后呢我也要介绍一个美食 也是在旧街场的 希望你们可以留守我下一期的影片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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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Videon